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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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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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已经综合了网上的资料 然后它就project一个答案出来 现在它在project 现在它就出了答案出来 然后我再试一下用精确来问它问题 要先吸它问题 要先试一下 好,再来 直接问它问题 又是问 《圣经》有多少卷 《刺经》有多少卷 好了,它又开始去搜索了 所以其实它的反应 暂时看就是慢过checkgbt 但是它是有网上去找的 相信会可靠过它原本 只是它文本里面找资料 很容易 现在它真的答得很保守 它问得很谨慎 就是想问你想知道哪个版本 它下面就有问到我想知道哪个版本信息 按下去 才会有那个答案 所以它现在 就是谨慎很多 好了,那我再做一次给大家看 这是另一个模式 新主题 我先clean 现在仍然是精确版 那我在精确版 再问它同样的问题 但我要它列出 Table 看看它怎么回答 首先讲一下 现在这个Liu Bing 就不用钱 但要等的 所以刚才讲过 你要申请一个 VPN 将VPN从香港 Tune到美国 或者英国 去申请个Account 你才可以用到 它 这个Liu Bing 人工智能的聊天 那我要求它出这个Table 它现在出了 有东正教 新教 流华天主教 三种版本的圣经 里面就讲明了 圣经的卷数 和刺经的卷数 好了,我以同一个问题 再去问它 交为 自由 创意的那边 好,我clean了它 按富有创意这边 然后我再问它同一个问题 再等它回应 隔一会儿 它就开始 回答我的问题 一样都是search了先 的 search了之后呢 它才会出这个的格子 那和 CertGPT是一样的了 那 现在呢 它就都是用这个方法来列表了 做了结果出来给你看的了 得了一个很简单的结果之后 其实我可以将它整个的 内容呢 Copy 所以这里有三个点 然后就按 复制了 那我现在也介绍另一个的 有人工智能的软件 好了,这个软件叫lotion 它有AI的 稍后再介绍了 现在呢其实 贴了 在这里我开了一个新的page 其实可以打字的 我刚才打了 有个标题 就是问 圣经有多少卷 刺经有多少卷 那我刚才也都说过用table 回答我 那所以呢我就照 吸回刚才 他那段的答案 我就照贴回来 这样呢 他就会出现了 刚才的结果了 全部就会出了 连续的表 都出来了 那这个lotion 就是可以这样用的 那跟着呢 我再介绍给大家看 在这个lotion的AI 怎样去操作 简单来说 就是 刚才 这样一开始 其实就是 开个new page 那我 在untitled那里 打回这个 圣经有多少卷 痴经有多少卷 而在这里呢 就有一个星星 那就是等AI去写的 那我就按一下 看他会弹什么出来 来了 那他就 就立刻自己写的了 整大段东西 那他就不是checkGPT的 他是lotion的AI 他就根据他的资料 来到打一大段东西出来的 那他就出了 我等多一会儿 好了 他写完之后呢 那就可以按登的了 那整段东西呢 就出了来 那我可以呢 去做一个 我再开个page 开个page 就是究竟 这个的 圣经 叫做 开论 的课程 大纲 好了 那这里是这样 那叫他写 一个的 课程大纲 一样了 那他就会自动呢 弹出来了 很快的 那我现在继续讲 那他知道 里面呢就会自动弹这个 课程大纲 单元几 单元一 圣经的起源 历史 第2个单元 是圣经的文学 和神学 等等 那就可以了 灯就可以了 那他就会整个 大纲呢 自动弹出来的 这个呢 就叫做lotion的AI 一起介绍了 那但是呢 lotion的AI呢 他又用 次数的限制的 还有呢 他要付钱的 那这个 介绍给大家 还有 就算他 到后来要付钱都好 但其实呢 你如果只是打字 不需要用到 AI那个范围的话呢 你自己都可以 在上面打字的 其实挺方便的 为什么要介绍 这个lotion给大家呢 就是刚才呢 因为尿兵那里呢 他是没有记录的 那既然他是没有记录的话呢 那就将 刚才打过的东西 照级 然后就 贴去 这个lotion里面 好像刚才那样 那 就会有个记录 在那里了 也都方便 你去做 一些的分类 然后 如果你 将 刚才所打的东西 想group 在一起的话 其实你只要 摆在一起 在一起 那其实就可以 拉出来 就可以用的了 那么暂时 介绍这个lotion到这里先 那么 这个 Liu Bank 其实他背后 都是这个 CheckGPT来的 那么我再 做一个问题 那么 等大家去看一下 就是问他 今天 的 犹太 日子 及 耶路撒 耶路撒冷的天气 等他去答 那么现在呢 就问他这个问题 今天的 犹太力的日子 和 耶路撒冷的天气 那么就等他回应了 好 那么他现在呢 第一步呢 又是搜寻的 然后呢 他就转了出来的了 那这里呢 就是写着 今天 是犹太力的 亚达月 2日 5783年 好了 答案出来了 刚才说到 亚达月2日 我查过呢 是错的 因为呢 不是亚达月 好像我们的影片所说 已经是 离散月来的了 所以呢 他是不对的 而第二个呢 所以你要去 核实他的事实的 好了跟着 到第二个了 那么这个呢 就说到 今天是晴天 最高气温20度 最低气温9度 那么他根据些什么呢 那就看一下了 那么他打开出来呢 其实就是平时 我们介绍 耶路撒冷天气的时候呢 都会用到这个网站的 那么他就用了这个网站呢 来判断今天 他是多少度的 那么 是不是准确呢 我们再去查查 那理论上呢 今天 或者明天的天气 预测呢 应该是 13-19 然后24-15 理论上呢 应该是这个 所以既然是这样呢 我又追问他 今天的 耶路撒冷的天气是怎样 那么他现在呢 有写呢 最高温度呢 18度 最低温度呢 就12度 那就偏向近一点 和呢他 他最终呢 就将这一张图呢 就推了出来啦 那么这个呢 就准一点啦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用这个的 Niu Bing 其实他也是 TrackGPT来的 但是有些新版本 那不需要介绍他背后的东西了 你看到结果就知道 他仍然都是会错的 但是呢 他是有上网 找资料的 所以相对来说 他应该近 找过 之前的版本的 就是我们介绍 TrackGPT的版本 但是他也是会错的 但是你能够知道他的 搜寻来源在哪里 所以呢 当他核实的时候呢 没有之前那么动腐 那现在呢 核实了之后了 那就找到他这个答案呢 看看他是不是事实 如果是呢 那就可以用得了 所以呢今天呢 就是介绍了这个 Niu Bing啦 最重要就是 无论是 这个Microsoft的Niu Bing 还是Google的 准备要推出的这个 Bart都好啦 你都一定要用美国 或者英国的那个地方 就是用VPN 不要在香港 要去到美国和英国 去申请一个账户 然后呢 才好去登记那个 Waiting List 这个呢就是个技巧来的 那无论如何啦 今天呢 我们都用得了 那么可以推荐给大家去试用啦 那么这次就说到 这里先 那么这次呢 主要呢都是介绍 这个Niu Bing给大家的 好了这次说到这里 祝福大家